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你都哭了两个小时了 可以了 下午茶时间 喝什么 喝完赶紧回家 他训我 你也训我 我要喝黑米的 田净植小姐啊 我最近是处于焦头烂额的状态啊 现在外面还有一堆记者在等着赌我呢 你们两个小情侣啊 小吵怡情 在我这里呢哭一哭 回去撒个娇 哄一哄 然后又甜甜蜜蜜 没事了 所以啊 不要特意来刺激我 我刺激你什么了 要不你跟叶人渣试试 客观上来说叶人渣还算是个不错的情人 你用过的东西要我来捡啊 我 我还没有用 那充其量算是个完吧 你忘记我们之前的约定了吗 没有 但我压根就觉得那个约定不怎么合理 只要你喜欢我一点都不在乎 不行 我都说我不在乎 我在乎 你越是为我着想 我更不能做出和闺蜜前男友在一起的这种事 没错 我是对她有一些心动 但那又怎么样 只是心动而已 跟我们二十几年的友情比起来 什么都不算 这有没有诺贝尔好闺蜜讲 你那么拼干什么呀 没办法 本小姐就拼我的完美 中国好闺蜜 我还饿 我算是明白了 你来我这儿啊 就为了两个目的 第一呢 骂薛灵强 第二 来蹭下午茶 那婚期的时候准备怎么办啊 我们准备办一场慈善晚宴 旧一旧场 也真的做一些好事 到时候你和你们家大乔都过来 捐点好东西拍卖一下 那我就 想都别想 别拍卖你穿过的西服 我们办的这个慈善晚宴 邀请的都是企业家学者 你的西服 只有在宅男界才有市场 好吧 那具宴会的服装还要去借 好麻烦的 从你一柜里给我挑一家 你还是什么都吃 就是不吃亏 本小姐什么都要 就是不要脸 我先去啊 那个鱼尾的我喜欢 你不能拿 在雨中约会这种事 不是应该情侣之间 才会做的吗 你觉得是约会 我是来看 那些奔跑者的青春 文艺和伤感 可不是你的路线 说吧 是不是案子有什么新发现啊 只是突然想来校园里走走 你怎么了 怪怪的 你是不是应该找个女朋友了 毕竟田净植已经是过去世了 找到你那个苏醒的研究材料 真的有那么重要吗 对我来说还挺重要的 就像抓到真凶对你来说很重要一样 我现在做的事 是我的梦想 我相信当警察也是你的梦想吧 小心 连之 你去哪儿啊 你怎么了 我先去哪儿啊 Bock 我帽子去哪儿子哪儿啊 那加油啊 乖 你 Dodge 你其实跟他说什么他们有点 你胡鹏 你为什么要做以前的反思 呢 哪儿了 light 有正在自ask 联合军货走私的案子 暴露在部中 肺癌 什么时候的事 为什么不去医院治疗 不短时间了 只有医生和我的上司知道 我不想停歇工作 也不想接受化疗 我不想被别人当作病人 我讨厌亲人 被伤了表情 讨厌朋友的态势 更讨厌自己的无能为力 所以 就当一切都没有发生过就好了 直到不得不面对的时候 你能理解吗 对不起 你身体不好 你看 马上就表现出对待病人的态度了 所以 小植也不知道你的病情吗 你拒绝她的求婚 就是因为 缘分尽了 没有办法 所以现在我们是朋友了 我们是朋友了 对吧 当然 这件事 你会替我一直保密的 对吧 非常心 color的 我们摄下 我看不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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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还不完 真的是 我看不完 她的 白天的事 我向你道歉 你说得很对 这一切 都是由我引起的 我没有资格责怪你 无故把你卷进来 我现在后悔了 你 后悔认识我了 对 我后悔了 当初你的血救了我 作为回报我也救了你 我们本应该两步相牵才对 是我一心想着报仇 让你也卷入到危险之中 不过现在事已至此 我会好好地保护你的 但是记住 在任何我看不到你的地方 你一定要学会自保 如果遇到危险 一定要坚持等到我来救你 你的战友余有发作了 好 你做了 不是单纯的战友 是爱 你说得没错 战友谕和爱的感觉 是很相似 我也曾怀疑过 我对你的感情是战友谕 但现在我确定 不是战友谕 是爱 虽然我嘴上老抱怨你 也真的很害怕 但 我为你做的一切 我从来都没有嫌弃过 没委屈过 都是心甘情愿的 而且刚才也听你说了 你后悔连累我 想保护我的话 让我觉得现在为你去死 我的韩啸九泉 是 我对你是有战友谕 但我也愿意牺牲 愿意奉献 这就不是爱了吗 静芝 你轻什么 怕什么 我还能吃了你啊 薛妖怪 你真是太不了解 现在的女人了 现在的女人 远比你想象中 要现实的多 像这种没有未来 没有结果的感情 我这种聪明智慧的女人 是不会要的 除了这张脸 除了有钱 其他的都不符合我的要求 我又是一个很挑剔的人 只要有一点不满足我 我都完全不会要的呢 懂不 你说你爱我 但是我不符合你的标准 我 冰狗 就像你只能想用果汁一样 无论果肉再好 它从一开始就出去了 能从一开始出去最好不过 因为我 不可能爱上正常的女人 也没有找人共度余生的打算 你能 从我的腿上下去吗 没酒量就不要喝 喝那么多感冒 好 喂 老板 我被薛灵桥盯上了 这阵子暂时不能去你哪儿了 好 知道了 你自己小心一点 那边的事情安排好了吧 是的 一切准备就绪 很好 是时候准备收网了 你ո路 你不要剩下 Ruiz 我告诉你 你这就是我 你到我家了嗎 还没呢 在堵车 天小姐 你最近 是不是精神不太好 喵 喵的 你是跟大小哥吵架了吗 我们前几天已经摊牌了 没什么可吵的 摊牌 摊什么牌 四哥二碰上一对王啊 我爱薛妖怪 但薛妖怪不爱我 说什么不可能 喜欢上正常的女人 其实都是借口 她还真当人妖殊途啊 就算人妖殊途 但是爱不殊途嘛 东东 你说我是不是很没魅力啊 田小姐 千万不要这么说 你是我见过 最有魅力的女人 那是因为你见过的女人少 那像薛妖怪 活了那么久 见过那么多女人 眼光那么贼 好 自信心碎成渣儿了 那也有什么精神呢 那明天晚上的慈善晚宴 大小哥还会陪你一块儿去吗 当然 那你可得保护好大小哥的身份呀 情侣的事情只能对朋友公开 对外要说 她是晚宴给你准备的礼仪难办 千万不要让媒体拍到官方的照片 以免被你的那些小宅那门人肉了 放心吧 这种慈善晚宴都是媒体安排的 不会随便乱拍乱报道的 再说了 薛妖怪哪有能被人人肉到的痕迹啊 你说明天晚上就慈善晚宴了 对啊 这这这这 就 我就 我我我慈善盼卖的东西还没准备好呢 这这 对了 快快 前面掉头 去老田家 掉头啊 快点 走 美美 女婿怎么没有跟你一起回家呢 老田 我这都还没嫁出去呢 别弄女婿女婿的叫 小亮口吵架了 雨薛要是欺负你的话 我们好得很 别老瞎操心 我就是回来找个东西 找完我就走啊 好啊 你跟我说 搞不好我还知道 东西在哪儿呢 我三年纪花的花 你知道在哪儿吗 你不是不喜欢画画了吗 怎么 现在还要找那些破烂东西啊 什么叫破烂东西啊 那可是女神纯真心灵的艺术品 那个 萱萱不是要办慈善晚宴吗 我要准备一个东西用来慈善拍卖 所以我觉得我的亲笔画作 非常非常适合她的主题 那么低的水平 会有人买吧 什么画啊 那关键是要看谁画的呀 好 那我出五十买了 不是啦 妹妹 这要是有人出低价出售的话 这不是很丢面子吗 而且不仅是你呀 我的女婿不是也跟着丢面子吗 放心吧 这个问题我早就想好了 当年前我画画的那个张老师 不是已经成大师了吗 她的画作很值钱的 你记不记得她当时送了我一件 我准备把那一件也找出来 禁拍到女神的画作 就送大师的画作 绝对没问题的 没有问题 我这么感觉高反了 不要管那么多了 到底在哪儿 你妈一直想培养你成为明媛淑女 自从你进了掩饰权之后 她就把那些伤心的往事 搁在床底下了 真在这儿啊 谢谢老爸 这是什么呀 天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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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车 宇宙第一美 拯救自信的时刻到了 回来了 爸妈都还好吗 都挺好的 只有我爸在家 我妈出去喝下午茶了 我妈去喝下午茶了 你怎么这么说呢 诚真是爸 你怎么这么说呢 你是正好做她的吧 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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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穿的可是你给我挑的 性感蕾丝内衣 一点吸引力都没有吗 我挑的 当然是你挑的 还有一整相当病 不顾一共有两件 要不然我再去给你 换另外一件试试 不用了 应该都一样 我还要看大结局呢 你就没有什么其他的 要说吗 我想起来了 确实是我寄过去的 看来你已经知道 我当时为了留下来 用了一点小计策 小计策 就没有什么别的意思 没有 是吗 薛小官 我觉得我们需要谈一谈 谈什么 我可是公认的宅男女神 你刚才的反应 让我非常没有面子 宅男女神 看来可信度不怎么高啊 什么意思啊 我在棺材里躺了一百多年 都没有出来过 论资历 我是宅男鼻子 论翟铃 我是百年宅男 可你刚刚那个样子 完全没有任何地方 能够吸引到我 智慧 让我觉得很低俗 知道了假扮情侣是薛妖怪一手策划的事 我竟然没有应该有的气氛 到最后弄假承真的反倒是自己 天晶芝 你怎么这么不争气 这么不争气 这么不争气 人妖殊途注定没有结果 但被这样赤裸裸地无视 还是无法忍的 薛妖怪不会是 好 田小姐 田小姐 非得要这样吗 方冬冬 想不想涨工资 田小姐 冬冬去了 我问我 古萍 欧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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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乔哥 这是你为慈善晚宴 准备的衣服吗 需不需要 动动帮你烫 好 怎么了 大乔哥 烫到了 大乔哥 真的烧得好难受啊 大乔哥 我给你治疗一下 等等 说治疗一下 还疼不疼啊 好点了吧 好 好 我 我 薛妖怪 冯冬冬 薛妖怪 冯冬冬 田小姐 我在这儿呢 你们竟然 真是不知廉知 薛妖怪呢 大乔哥先给我做了紧急处理 他出去买烫上药了 原来薛妖怪不喜欢男人啊 田小姐 刚才为了效果逼真 我是真烫了自己的手 那个工资的事情 你 田小姐 那 那个工资的事 什么工资的事啊 你自己刚刚 不是也很享受吗 我 再说 这薛妖怪没对你下手啊 还不是因为你长不太丑 这 大乔 这些都是我为你精心准备的早餐 都是你爱吃的啊 你不要快我贤惠 这都是每个女人应该做的 是的 你没有看错 女神也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女人 也希望有个男人爱她宠她 把她捧在手心里当个宝 你千万不要觉得我是女神高高在上 有距离感 女神不需要被供奉在神坛上 你明白吗 天静植 你到底想说什么 你不喜欢美女也不爱男人 也不是因为我是女神 而让你感到压力而退缩 那你到底为什么不喜欢我呀 我就那么没魅力吗 天静植 我认为你很有魅力 就像你面前的食物 有很多人会喜欢 但是我早就习惯我面前的这些食物了 习惯了一个人的生活 不用说了 我明白 你想说 你习惯了一个人走沧海桑田 闲看云起云落 对不起 是我惊到你了 打扰你了 天静植 天静植 醒醒吧 天静 谢谢 你今天一定是宴会上最美的女人了 千万别这么说 天静植小姐会发飙的 她可是自封宇宙第一美 你有那么多式样吗 没必要亲自过来接我 我是来附近请罪的 上次的事我确实很生气 但是我确实不该对你 发那么大的火 不 你说的都是对的 是我违反约定在先 是我的错 你生气是应该的 所以我们真是握手言和了 所以我们真是握手言和了 当然 我很珍惜你这个朋友 我真是握手言和了 当然 印象讲了 小姐统修 是小姐一样小子 我先握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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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欢迎 各位能够光临 我们红氏集团 特别举办的慈善晚宴 今天晚上 所有的拍得的善款 将用于捐助 我们需要帮助的儿童 所以我决定 今天客串一把主持人 来进行拍卖 马上进入我们的拍卖环节 有请我们的第一件拍品 第一件拍品 极品翡翠玉拙 捐赠人 女星张萱萱 我的未婚妻 这件玉拙是萱萱 第一次拿最佳女主角的时候 随身佩戴 意义很特别 据说这块玉拙啊 跟当年慈禧太后 佩戴过的那一款 是一模一样的同款 所以谁拍到的话 应该很幸运 可以开始了 起拍价五十万 每一次加价 第五万 现在开始 八十万 一百万 一百万还有没有 一百万一次 一百万两次 一百万两次 好 一百五十万 一百五十万一次 两次 三次 成交 早知道我就把你的古董 拿过来了 那你拿了什么 别问了 一会儿我的拍品 要是没人举牌的话 你一定要举啊 好不好 你又不差钱 这不是钱的问题 问题是我很怕别人说 我选择拍品没有引过 慈善最重要了 拜托拜托 我以后绝对不再逼着你 吃蛋糕了 拜托 帮帮忙 八十万 一百万 除非你愿意答应我一件事 雨时坏掉的龙头 滴滴答答上了袖 穿透像你的人哦 不是 提醒我已过很久 你没开头 你没说跟我走 所谓以后 一眨眼就到头 你没开头 你没带出现在路口 这次还我 都随便再说放手 那天以后 才没亮起的旅途 说过时间不会再 有的永恒 我还在等 若回忠无论 你会不会不是我 你让回来 因我一生 等你开口 等你说跟我走 所谓以后 一眨眼就到头 等你开口 有你在出现的路口 从今以后 我随便再说放手 从今以后 我随便再说放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